2021年3月25日 张绍华家人在微博发出辅告 张绍华于3月23日上午 11时10分在京去世 段子轩缘 丑娘 龙老夫人 不知多少经典角色 因为她的演绎而熠熠生辉 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她勤奋的一生 1937年 张绍华出生在北京一个 不起眼的小地方 生活非常贫苦 一年四季都只有 鲜菜条和窝窝头 因为家里孩子多 经常吃不上饭 所以稍大一点 从小便喜欢表演的张绍华 就去考了中国评剧学员班 也只有在这里才吃得饱饭 张绍华十分珍惜这样的条件 每天刻苦训练 但几年后刚憋着她 就不幸地遇上了动荡时期 也因为这样 她的演绎之路 是从样本系的龙套开始 一直到70年代末 剧团才允许表演现代戏 张绍华在评剧《杨三姐告状》 和《花为梅》中 以彩蛋角色出场 老六啊 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虽然你们俩是老相识 她现在可是你五嫂子了 哦 对对对 五嫂子 这一眼就是伤前程 在其间 还与赵丽荣有所合作 14岁 出入平纪院 47岁谢幕 角色数不清 剧目也数不清 就这样 为她现身大萤幕 奠定了坚持的基础 1993年 她派了自己的萤幕处女作 《武夷先凡界》 凭借老巫婆一角 成功转型 此后她参演了不少影视作品 塑造了无数的母亲形象 但真正大火的 还是在《我的丑娘》中 所饰演的王大春母亲 翠菊 这一形象 张绍华演戏敬业 让很多年轻演员 明白了什么叫演员的精神 但其晚年生活 却不是那么的美好 她不幸患上了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与病魔抗争了十年之久 但她经常带病拍戏 为的就是帮儿子 换上房贷 作为一个知名演员 她与老伴 挤在小屋中 仅有40平米 但给儿子 买了一套 100多平的大房子 而她出行没有豪车 仅仅是一辆电动三轮 可她儿子 却不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 在她几度住院期间 病房里 从未出现过儿子的身影 反而是干儿子杨志刚 和干女儿苏妍一直陪伴 据传张绍华儿子 不但没有看望她 甚至还要将其赶出家门 但即使这样 面对网上对儿子的讨伐 张绍华还是拖着病体 第一时间出来澄清 为儿子开脱 但我想这份深厚母爱 也只能随着张老师的去世 和儿子的不理解 而化成永久的遗憾吧